天氣冷嗖嗖,特別適合泡溫泉 最近就有一群野溪溫泉愛好者 在南投庫山溫泉附近 發現一個馬海埔溫泉 由於春夏水量大 溫泉冒出來就被溪水沖走 因此這群溫泉愛好者 特別在秋冬枯水期尋找溫泉下落 果真被他們發現了 天氣冷嗖嗖 許多人都會泡溫泉 只有三個野溪溫泉愛好者 趁著秋冬枯水期 沿著南投庫山溪水 尋找溫泉小舵 水流端急板上繩索 固定好身體 繼續向前挺進 有些地方沒路可走 為了尋找命境的溫泉 就算在冰冷的溪水游泳 也交不及他們的熱情 環天不負苦心人 經過各種拔上涉水 這個被原住民稱為蠻海埔的溫泉 果真被他們找到 這是大具創造之前來的野溪溫泉 溫泉溫度剛好11度 蠻海埔溫泉雖然範圍不大 只能容納五六個人一起泡湯 但是對於愛好野溪溫泉的三個人來說 所享受到密集溫泉 也獲了一次難忘的冒險經驗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相據冒險公共意外容易發生 請民眾仔細評估 自身狀況 以免發生憾事 記者陳光佑 仁愛隨訪報導